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常泰,我们去OminiFocus for Mac的课程 这节呢,我们学一下检查的意义 那在学习检查之前呢,我们先学一个近似词,那就是回顾 那其实回顾这个词呢,出现在搞定里面,也就是JTD这本书里面 那具体来说呢,有个词叫做每周回顾 那书里有这样一句话 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实践,并且经过很多人的时间检验证明 保持状态的最好办法就是每周回顾 那很多朋友在学习过程中啊,会把回顾和检查的概念呢,有一些模糊 那这里呢,我们先看一下回顾包括什么 那这里呢,列出的是DiveAlan列出的回顾的清单 那包括了,应该是每周回顾包括的清单 包括了确认,收集散落的纸片材料,清空收集工具 那我认为这个指的既包括了实物的收集工具 也包括了信息类的收集工具 然后呢,清空大脑 接下来呢,是更新,包括下一步行动清单 过往的日程表,然后未来的日程,等待,项目等等 我就不足以说了 那他建议呢,这个进行恰当的每周回顾的时间呢 是每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的下午 那在前面呢,我给大家介绍过我的GTD的系统 那我认为啊,GTD一方面包括了方法,理论方法 那既有GTD方法,也结合了陈延日记,翻新工作法和其他方法 那也包括了工具,工具呢,包括信息化的工具 包括了实物的工具 那此外呢,就是大量的行动清单 那这是我对GTD的理解 那我在具体落实每周回顾的时候啊,我是大体分成两类 那其实啊,这个内容和具体的细节啊 和之前戴外论提到的清单是基本一致的 只是说,我按照我喜欢的方式呢 进行了分类和整理,更加的清晰 那基本上来说呢,我把每周回顾呢,分成两类 那一类呢,是实物,一类呢,是信息 那实物呢,包括一些资料的收集 比如报销的票据啊,一些纪念的门票啊,等等 然后呢,接下来包括清空,清空实物收件栏 第三类呢,是硅档,把一些项目资料呢,进行存档 指的是纸质的这个资料存档 信息类呢,包括收集 那收集的时候呢,我会使用索引清单 按照清单内容呢,进行浏览 然后呢,进行收集 接下来呢,会清空 那包括信息存档 那信息存档呢,包括了文件 电脑里的文件,照片啊,微信里的一些信息 邮件的一些正文和附件 那接下来呢,包括回顾项目 然后呢,还有回顾上下文 回顾预测,回顾计程表 那至于进行每周回顾的时间呢 我认为放到每周五啊,可能有一些风险啊 比如周五呢,你刚好有事啊 周五临时突发一些事情 那都可能会影响到你的每周五回顾 而每周回顾呢,又非常的重要 那所以对我来说呢,我可能会放到这个周三 周四,就完成一部分每周回顾 然后呢,周五再完成一部分 然后这个利用每周的这个后几天啊 就是让自己的系统呢,能够得到一次全面的一个解释 那具体选择什么时间段进行每周回顾呢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假如说那你一般来说,这个做办公室的时候呢 事情会比较固定,不会有太多突发事件 可以放到周五 如果呢,你像我一样 可能这个周五啊,可能会有突发事件 可以把回顾的时间呢,往前调一调 那不管怎么说呢,每周回顾执行的必要性呢,非常的大 因为一年来说呢,有大概五十二周吧 如果每周近一次回顾呢 那你一年呢,就可以检视啊 这个回顾自己的系统有五十二次 那可以取得非常多的进步 那刚才我提到一个词啊,叫做检视 那我认为检视呢,可能和这里的每周回顾啊 有些相近 因为我记得以前看过一句名言 应该是苏格拉里说的 叫没有检视的人生不值得活 那所以我认为 他说的检视啊,其实和戴威安伦所说的每周回顾啊 认为是很相近的 那我认为呢,每周回顾呢 既宏观而又全面 既需要思考呢,也需要行动 那我认为呢,每周回顾呢 可以不仅仅包含以上的信息 也可以包括你的阅读目标 年度目标,人生目标 也可以包括你的陈年日记 好,接下来我们对照一下每周回顾和检查 那每周回顾的包括的内容呢 非常多,收集清空归档啊 这个回顾的不仅包括项目上 还有这个预测认证表等等 但我们看到检查点击之后呢 它其实列出的呢,只有项目 那所以说呢,在OmniFox中呢 检查是针对所有项目的检查 那其目的呢,是让我们在一定周期内 至少浏览一下某个项目 然后呢,对其进行一定的加工和行动 那说到检查中需要做的具体事情呢 我认为有几类啊,第一类呢就是修改项目的状态 那比如呢,之前你认为某个项目应该暂停 但是你认为当前呢,实际比较成熟 可以把这项目呢设为活跃 你可以修改一个项目的状态 或者是相反 你可以把一些项目呢设为暂停的状态 那第二类呢就是对项目内动作的增删改 比如呢,之前某个项目啊 你下面只列了一两个行动 你现在呢,对一个项目的组织结构 对项目未来要做的事情呢已经比较清晰了 你可以列出你详细的计划 整理出更多的动作,并且设置群组 那又或者是呢 你可以删掉某个项目下的一些动作啊 因为这些动作呢已经过时了 或者是呢标注某些动作呢已经完成 可以对动作呢进行修改 那第三类操作呢就是设置动作参数 我在之前呢给大家打过一个比方 项目呢好比是厨房和冰箱 那预测以标注和上下纹呢 好比是餐桌 那餐桌上的菜啊需要不断的加工 那加工的地方呢就是在项目中 所以项目中的动作啊 必须要不断的设置参数 比如设置期标 设置截止时间 设置上下纹 那才会出现这三个地方 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在一定周期内 加工项目中的动作 为这些动作呢设置参数 这些参数呢包括了期标 包括了截止时间 包括了上下纹 那所以呢只有我们定期的 这个检查项目 定期的对项目中的动作加工 我们的餐桌呢 才会源源不断的有食物 我们才有行动力 所以我认为啊 检查的价值啊是非常大的 那尤其在设置动作参数 这个环节 那检查中可以做的第四类事情啊 我认为就是执行 那比如呢 你正在办公室 在一台电脑前 然后呢对一些项目进行检查 那比如说 你对某一项目进行拆解 某些动作呢 就是适合在计算机前执行的 而且呢你当时啊心情也不错 也非常想执行这个动作 然后呢你就推进了一小步 然后呢检查下一个项目 那就我个人习惯而言呢 其实我是非常喜欢在检查过程中呢 一方面对项目呢进行组织整理 同时呢加工一些动作的参数 比如设置奇标 接着时间 或者是上下纹 此外呢 我还会立刻当时呢 执行一些动作 那这样呢 让我非常有成就感 好 让我们回顾一下本节的支点 那本节呢 就给大家讲解了每周回顾的含义 那每周回顾包括的范围呢 比较广 包括食物类的信息类的收集 清空归档等等 那检查呢 其实主要针对的是项目 所以说检查呢 并不能代替每周回顾 检查呢 可以是每周回顾的一部分 此外呢 有一点需要注意 那这里的检查啊 其实不能完全等同于回顾项目 因为这里所说的回顾项目 指的是回顾项目的清单 但我们这里所说的检查 其实包括了修改项目的状态 是活跃还是暂停 那也包括了对项目下面的动作增生改 此外呢 也包括了设置项目中动作的参数 那我认为呢 也包括了对项目中一些动作的执行 那希望呢 大家能够把Omnifox中的检查呢 用好 作为你每周回顾的一部分 好 以上呢 就是本节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 我们下集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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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集再见